赵绍康在11号召开了战斗篮记者会 那么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侯友宜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还有30多位的立委参选都出席了 对于这个韩国瑜现在现身战斗篮挺侯友宜的记者会 对侯友宜来说民调会不会有帮助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大家各自有想法 那么来看到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侯的民调再增5% 这个关键到底是什么呢 那现在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立委郭正亮认为说韩国瑜如果真心要来挺侯友宜的话 侯友宜的部分就能够再增加5%了 所以现在邀寒入局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韩国瑜出席这个记者会 两个人再次的同台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互动呢也是蛮热络的 那韩国瑜就说了他刚刚是从海外回来的 他在海外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呢 海外对这个国民党还内外都失望 认为说国民党呢怎么那么软啊 怎么那么没有用没有出席呢 只是考虑到辅选 他说他自己扮演什么角色不在乎职务 但是也担心如果说身负党职的话 会被解读受命而来 有私人算计无法施展拳脚 那你可以看到呢现在他站出来了 那么国民党的智库领长柯志恩也认同 因为他就说了高雄走跳的时候 很多民众都认为说国民党没用 好在这边枪已经在这了还不减 实在是恨铁不成钢啊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韩国瑜 现在侯友宜再度同台 就是要帮战斗兰的立委参选来造势 勾肩搭配展现出好交情 同时韩国瑜再次的京剧连发 那么也提出了立委的三把刀之说 我们待会来看 时隔三个月侯涵再度同台 两个人牵手又搂肩 甚至躲到背板后面讲悄悄话 位置就是要替小鸡们站台 催出深蓝选票 战斗兰集结全力辅选 也要拼国会立委过半 韩国瑜以江湖三把刀 齐取战斗兰带来强烈使命感与光荣感 期盼能够打造光荣的立法团队 韩市京剧在线 一手打游诗 妙语战斗兰召集人赵少康的辛苦 要背着石头唱歌 吃力不讨好 的确辛苦 自己要出钱出力 还要担心 还要对人家背后有的人 想不同的想法 还要非议 替三位立委贪选人站台 来迎大咖合体展现团结 台上是议员 话都还没讲完 台下小鸡又抢着跟韩国瑜拍合照 面对是否接任副主席 韩国瑜这样说 现在还在演艺 只是考虑到个人能够在这次服选 阵容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全力以赴 并不在乎职务 我觉得表述的重点在这里 那目前还没有决定 好 谢谢 你小声 你还在里面 通通没有谈到 通通没有谈到 韩市长是一个不计较位置的 他最重要的是 我们大家如何团结在一起 迎回中华民国 赢得两岸和平 所以我们大家的想法都是一致 所以我们会团结一起面对这一场选战 无论蓝白合作能否成功 国卫席次决定政局走向 四年前后 韩市旋风热度不减 合体侯友仪要催出蓝营 最强战斗力 借林俊峰的家瑜台北报道 好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韩国瑜 国民党主席朱伦邀请他担任副主席 以及被劝进列部分区的立委 那么现在我们刚看到他也说了 他只考虑到辅选 他不在乎职务 他强调在个人在辅选当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而且这两天 他就一并向朱立伦来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韩国瑜能够让韩反 2024转向来挺猴吗 针对这个民调的部分 认为是的话有30% 因为韩反回归 就有助于民调的提升 但是有64%认为是否的 认为韩国瑜跟柯文哲有交情 韩粉事上自由主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部分 反倒是有64%的民众认为 是不太有机会 因为韩国瑜跟柯文哲是比较交情的 那国政务量委员怎么说呢 他说韩国瑜是支持立委参选人 在这场战斗篮的部分 但是他说韩国瑜跟柯文哲 两个人是好朋友的 也因为这样子 这个柯文哲爆出了 在这个14号双方来会面 那么总统蓝白整合之前 他认为在韩国瑜的部分 是不会表态的 韩国瑜在这个部分 国民党中常委尤家富 尤家富就说了朱立伦呢 在这个邀请的部分并不是真心 他说因为副主席就一直对韩国瑜来讲 是绑手绑脚 答应的几率应该不高 而且朱立伦 殷切的希望韩国瑜能够接受党职 也不是呢 以重他反倒是要防范 他挑战党主席的大位 所以他认为说韩国瑜很可能 还是保持一个自由之身 来辅选2024的非绿阵营 那么韩国瑜跟侯友宜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 再次同台了 那两个人呢 对于说是不是接下来 直接来辅选 要来接下副主席一职吗 朱立伦表示很乐意能够协助 来担任这一会儿一个 蓝白盒的重要角色 我们带来看 我想这个韩市长 他是国民党很重要的成员 有关他担任副主席的事情 其实已经我跟他之间 已经讨论了几个月了 其实是几个月前 一些朋友给他的建议 他主动跟我提到这件事情 我当然是很乐意 韩市长来协助党务 同时也非常欢迎 他一起来担任Tanko 来协助蓝白盒这件事情 但是后来因为他出国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这中间 虽然有谈过两次 但是都是要等到他一些国外的行程完成 所以这一天他会做最后的决定 但是不管是任何的角色 我相信能够担任副主席 就是能够一起来协助党的工作 一起来协助蓝白盒的工作 我想是很重要的 那即便韩市长有任何的考量 他都是我们重要的成员 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首场造势大会 在10月14号登场 那么侯友宜竞选办公室副主席长谢正达 希望能够借此来注入一记强心针 而另外呢 侯友宜新北的晋总总监室李前任 透露前共事长韩国瑜 也有望来出席 营造蓝团结的气势 就是希望能够让这卡卡的蓝白盒 接下来能够一路顺畅 我们10月14号要在板桥第一体育场 举办全国第一个 和由于竞选总统的一个竞选总部的造势大会 也是我们新北市竞选总部成立的一个好日子 这个主题很清楚 这个团结才能拼轮替 那现在国民党跟蓝白最重要就是要团结 我想我们希望10月14号这场造势活动 就营造一个大家 国民党党内从上到下团结的气势出来 让全国2300万人 对国民党令人寡不相看 我们国民党的所有的高层 所有的这个领导班子都会到 包括马总统 还有最重要一个就是大家很期盼 这个韩国瑜 韩国瑜应该也会到 所以这个我想会营造一个团结的国民党 最近大家看蓝白河有点卡卡的 我希望10月14号这一场造势活动完以后 这个蓝白河就一路往前走了 希望透过这一个竞选总部的成立来带动所有 台湾22个县市我们竞选总部的成立 来开始不到93天的一个选举过程 能够为我们的选举过程打锐迹 强心增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在这个国民党的部分 党主席朱伦表示 韩国瑜呢能够来担任党统窟 还有副主席这件事情 大家都在看要不要接呢 那么朱伟伦表示这是韩国瑜主动提出的 对此韩国瑜的办公室有最新的回应 表示韩市长这两天会跟大家来报告结果 现在对这些新闻呢是没有回应的 谢谢大家 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他也其实有说了 透过脸书会跟外界来报告 是不是要来接任 那么是否接任在韩国瑜的部分 玩具副的这个副党主席 只考虑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韩国瑜说的 那大家也来帮忙想一想 那你认为说在这次大选当中 他最适合什么样的角色呢 首先来看到有38%的人认为说 如果要改造国民党的话 不要副主席 应该要当党主席 这是呢在这个38% 还有32%认为是在部分区第一名 就能够带着小鸡们来完成夜席 还有人认为是可汗搭配 天下无敌 不过有14%的民众认为说 还是继续他的退休生活会更加的自在 国民党主席朱一伦就透露说 邀请了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来担任 国民党的副主席 那韩国瑜表示说 还没决定要来考虑 到底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角色 前立委蔡志仁说 韩国瑜最好角色就是加强服选立委 并且要做国民党災后重建的工作 带你来看 如果难百不合 其实受伤最重的 会是侯友宜跟均普冲 来助立论 不是其他人 所以我是认为 韩国瑜最好的角色是 加强服选立委 总统盘他帮助实在是很有限 像陈慧文在讲的那一番话 就是在骂侯友宜 你当年为什么不帮韩国瑜 还在骂 那这个东西短期内无法解决 也无法去管 那其实最好的做法 韩国瑜要做国民党的災后重建工作 災后好像921 因为蓝白不合对国民党会议上空前未有的灾难 我先提醒金普冲 侯友宜跟朱立伦 为什么空前未有的灾难 第一个 这个整个的民意趋势走下去 很清楚 蓝白不合的责任 一定是在意金普冲 侯友宜跟朱立伦 没有别人 韩国瑜去承担那个压力干什么 没有必要 韩要做的是保护小鸡 因为真正的选举在台上的母鸡不行 你上一届母鸡就是你嘛 你要想办上一届你也把小鸡拉了不少啊 你现在要弥补啊 对不对 我不客气讲 未来国民党的希望 就是你独秀人跟韩国瑜两个人要负起责任 如果蓝白合这一局 那这个侯友宜啊这个朱立伦会有个 会有一个老末的第二个春天 但是如果合不成的话 而且还想要来吵架把破坏到这个气氛的话 那不但老末没有第二个春天 老朱老猴老金都没有春天 太阳心全校客废有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微透明开转色 就是优优独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